大家好 我是talk green 我又来了 然后首先的话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然后祝大家在心内念里平安喜乐 然后手里的个股都翻倍 然后再翻倍 然后这期视频的话主要和大家做一下2021年的展望 因为有我知道有很多小伙伴比较感兴趣 我的话这期视频的话我去挑了 我去看了三家公司三家基金公司的一个展望 JP Morgan BlackRock和Wellington 三家非常大的基金管理公司 我把他们的一些展望 然后加一些包括加入了一些我自己的一些判断 和我以前聊过的很多观点 其实很多东西都相当都相都符合的 然后和大家最后总结一下帮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也有包括一些对 起码对2021年股市这些走势的一些预测 好吗 然后说说这个说展望之前 或者我们聊展望之前的话 我想先说一下我这边第一张图 我放的是啊 ARK investment或者ARKK他们一个走势 我想说两点 第一点的话 ARKG又是有很多小伙伴 上一年的时候他们问我 他说买了ARKG 然后我想问一下我的观点 ARKG因为跌了 首先我只想说两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 你买ARKG之前 你要知道ARKG的风险到底是多少 包括他的投资区间 投资区间 Cathie Ward说什么 Cathie Ward说他们投资ARKG 他们是5到10年 然后对于基金编辑那一块的话 他觉得要20到25年基金编辑的话 才会飞黄腾达 那你你首先第一点你得问自己 你拿我们不说拿20年到25年吧 你能不能拿到5年 如果你能拿不到5年的话 我觉得ARKG可能或者基金编辑这一块不适合你 因为他投资区间是要非常非常大 你需要有这个耐心的 那你你如果说连年底的时候 或者2020年年底那4%到5%的一个回调 你都不能接受的话 我觉得你不要真的不要去买ARKG 早早点退出来 或者早点支撑出来 找一些其他的一些股市的一些标题 好吧 然后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的话 我想这边分享一个ARKK的 然后ARKK这边我说两点 第一点的话你可以看他ARKK 那这是从基本上从ARKK有这个基金开始他们的手 他们的回报啊五 差不多有五年不到一点的回报吧 在百分之四百八十亿 然后第二个这边的是标普五百 标普五百五年来的话收益是百分之八十 接下去一个是蓝色的这边四十七点七的这个是 AQI all country world index 很多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这个index啊 就我想说一下为什么我这边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首先如果说这一家基金投资公司 他们的一个投资标的是在全球的范围的话 啊他们的一个基本上很多公司 他们那个用的一个标的是用AQI MSEI 就是个all country ACWACWI这个标的 他们不会用标普五百 因为标普五百都是美国的标普五百 都是美国的公司吗 就最简单的你去看北里给他们的一个持商的话 他们不单单买美国的公司 他们很多买会买中国的公司会买欧洲公司 他们都会买 那如果说你的投资策略是在全球的话 那他的标的就一定不可能是标普五百啊 他的标的一定是all country world index 你懂吗 所以这很多人会去把啊啊 其实也是一样的 他们的投资标的是全球的 他们投资标的不单单是美国的 所以你要去拿啊和标普五百去比 或者拿啊可去和啊 纳兹达克去比的话 其实是完全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比较 或者是没有可比性的一个比较好吧 非常非常标准的 或者是在行业里面大家用的比较多的 其实是ACWI 因为现在很多的投资策略都是全球 以全球为范围的 并不是单单以美股 或者说以a股为范围的好吧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的话我想说一下啊 因为上次我和大家介绍个策略吧 就是买啊可的一个前十字的一个重仓股啊 这个策略的话我会在彭博里面 从今年开始嘛 我说我会在彭博里面建一个仓位 建一个模拟的一个啊一个投资组合 然后我们接下去看一下嘛 然后我会我去追我会帮大家去追踪一下 以可能每个星期或者每个月来帮大家更新一下 看一下他的回报率吧 有很多小伙伴我第一次提出这个策略的话 他不同意或者是反对意见啊 我说了我应该这个策略肯定不适合所有人吧 但是有很多人会觉得你这个投资策略增加了一个风险 其实不简单 因为取决于是谁用这样的策略 如果说现在的一些小伙伴他手里的一些持有个股在实质以下的话 那你你如果去买啊可的前十字重仓股的话 其实对这些小伙伴来说的 他们策略其实是降他们的风险程度其实是降低的 对吗 因为因为你你从持有五只股票到持有十只股票 你自然那个风险就平摊开来了 所以这一定是针对不同的人来说 你才能去决定他的风险到底是增加还是降低的 当然你如果去拿这种策略和ARKKB的话 你的风险一定是极高的 对吧 所以这都是一个根据不同的人是适用的人群 肯定不是适用所有人是适用于一部分的一些人群 好吧 接下去的话我们就来看啊 这是JP摩根的一个他们他们的一个内容 然后我会把JP摩根的他们整个完整的一个内容 包括BlackRock一个完整内容放在我的一个描述里面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他们对2021年的一个展望 或者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展望 好吧 我这边的话挑了一些比较重点 拿出来和大家说 主要的话分五个方面啊 第一个方面就是疫情方面 然后第二个方面是政政策方面第三个是啊 我们说通胀 然后第四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股市 然后第五个的话就是美元 好吧 先来看第一个方面吧 啊 疫苗方面或者疫情方面 疫情方面的话 他们的观点其实和我其实差不多 就他们是觉得啊 vaccine 就或者疫苗的话并不是一个 civil bullet 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 疫苗的出来并不代表这整个疫情结束了 那我们如整个社会怎么去接受这个疫情 基本上还是靠疫苗 然后再靠我们现在的比如说包括啊 人与人之前保持两米啊啊 戴口罩啊 之类就所有的其他政策 双管旗下或者全管旗下 大家一起去控制这个疫苗 那控制这个疫情 那最主要的还是 其实在疫苗没有出来之前 整个的世界的一个经济就已经在慢慢的 恢复的一个过程当中了 所以并不是因为疫苗出来了 我们整个就会恢复到已经是经济 整个已经在慢慢的开始恢复了 好吧 然后这边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啊 他说了他说疫苗或者疫情 疫情对于现在的一个股市来说 其实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风险在那边 但是他说疫情对于整个股市 或者对于整个投资组合的一个影响来说的话 其实慢慢的慢慢的在消退 这边的话他们说了他说不管是有有啊 不管是这个疫苗有效还是没有效 他们这边比较关注的是三个点是digital transformation这是我一直说的电子化电子化 或者说一个电子转变 对吧然后第二第二块的话是healthcare innovation啊就是啊属于就genosequence 或者说精编辑属于healthcare 属于健康健康医疗健康的一方面吗 还有其他很多方面比如说医疗器材啊 一些医疗设备方面这些这一些的一些创新来说的话 也是他们会关注的一个点 然后最接下去的话就是household consumption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你去超市 可能一部分的人变成e-commerce 对吧 然后看第二点啊政策方面啊 政策方面的主要一点就是他们觉得啊 不管是美国也好或者还是亚洲的一些国家也好 中国的啊政府的话一定会对整个经济的话 会给予权利的一个支持 因为特别美国来说他们都我们都知道 美国现在执行就是nobody's fault对吧 这没有一个任何人的一个啊一个错误 所以只要只要经济需要刺激的话 美国政府一定会不管是从财政刺激也好 货币刺激也好一定会双管齐下好吗 就把老百姓要多少美国政府给多少啊 这边的话啊其实啊这边还有一个他们领出了两个概念 或者引出了两个两个增长点 就他们觉得可能的增长点就是energy transition啊 不管是我觉得其实不管是拜登当选或者是最后是川普连任的话 最终的一个啊 energy transition 从我们现在的用的一些啊 比如说fossil fuel 然后啊石油啊柴油啊 对于这些现在的一些能源的一些需求一定会以后会变成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cost吗一个成本下不去吗 那随着科技上去之后成本下来之后 现在的一些能源一定会被再生能源给替代 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是一个趋势 不管谁当选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趋势好吧 接下去的话政府他们还觉得政府可能会花很多的钱 会赞会资助一些啊 next gen下一代的一个交通工具啊 比如说像robo taxi 是吧 这边就他们举了一些例子或举例是数字 我快速的和大家过一下嘛 就主要他他这边的时候看右边这张图就中国他用了中国美国和英国 这边的话他用了几个数据他数据用的是啊啊 budget deficit 就是一个财政的一个赤字占了一个gdp比重 你可以看到中国的话因为疫情相对来说影响比较小 所以从4.9变成了一个从2019年4.9变成2020年的8.5 那其他的一些国家或者欧美的一些国家就增加了增加的非常多了 对吧你看美国的话从4.7到16 英国从2%到16.2%非常非常大 加拿大的话从0.6到13.6 就是基本上给你的一个信号就是政府一定会全力的和印钱 就把你你老百姓需要多少我印多少 好吗 然后啊这边monetary policy就是货币政策嘛 我说的QE每个月1200一直在那边印好吧 就我这边打了一个大差事我我一直说的是QE其实是没用的一个东西 结果是证明了QE确实没用 因为不管是你去看你看欧洲也好 或者你看日本也好QE基本上是把你带入一个漩涡 把你带入一个低利率的漩涡你出都出不来 好低利率和负利率的漩涡 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其实是财政次级就 四月份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美国用了2.2万亿的一个财政次级 就是直接发钱到老百姓手里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策略啊 发钱到老百姓手里让老百姓去选择他们这个钱怎么去花对吧 买买吃的也好或者说买股票也好投资比特币也好都可以 你让老百姓去选择 而不是你让银行去选择你QE基本上就是让银行去选择 Fiscal的话你就是让老百姓去选择好吧 然后看一下快速的看一下通胀吧 其实总体来说的话 不管是从JP或者从这些机构的从从这机构的视角 或者从Cathie Ward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他谈宏观经济的时候 他也觉得反正结论就是通胀并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一是因为主要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科技还是在发展嘛 所以科技是一个科技的发展其实是一个通缩的一个情形 所以 对于未来不管是12到18个月来来说也好 或者是三三到四年的一个时间长度也好 通胀都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好吧 然后主要这边有一个观点是如果说利率低的话 或者说通胀如果说慢慢的从低通胀走向于比如说 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那个通胀的话 其实对于哪些行业比较好 这边就有一个房地产产业real estate 那如果说你认同这个观点的话 你要去real estate或者在房地产产业里面去布局的话 我觉得你需要避开的是commercial real estate 你需要避开的是商业房地产 这一点一定要避开 我觉得商业房地产一定会因为疫情的原因会受相当大的一个阻碍 你可以布局的是什么个人房地产 利率降低一定会鼓励人们去买房嘛 买房换房对吧一定是一个鼓励政策那你要去个人房地产里面布局 从股市里面去布局的话 那我可能要帮大家又推到了ZERO啊 Redfin啊Opendoor啊这些都是在房地产业 房传统的房地产业里面的一个破坏着一个disruptor 对吗你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这方面的一个 起码我觉得对这三家公司来说都是一个利好 然后看一下就看一下股市吧 股市股市的话节批的一个视角是他们并不觉得现在的股市是存在泡沫 或者是存在高估值的啊啊看一下三个简单的指标 P1或者说啊price over fcf free cash flow 包括EV over over s或者enterprise value 啊to sales啊大家知道我经常用的是price to sales对吗 就其实你去看成长型公司的时候 你会用EV over sales或者p over p over price over sales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因为成长型公司他们没有那个没有债券在那边 所以对他们来说EV EV to sales或者price to sales其实都差不多 对于啊我们说一些价值型公司的话 你可能就要用price to earning 但是不管你用哪哪哪哪哪些指标去看的话 整个市场其实相对来说现在是啊比较高估值的 但是JP摩根的一个视角 他们就觉得虽然说他们这些指标都比较高 但是你去看他们的一个啊balance 或者看他们资产负债表的话 这些特别是这些科技公司 他们资产负债表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非常的健康 那么其中他还举了一个 他说one of them even has higher rating 和stronger credit rating than us government 就他说其中有一家公司 比美国政府的一个信用资产啊信用啊一个 我说一个信用指标还高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家公司 microsoft微软微软的话他的信用指标是信用评级 他自己他信用评级是三个aa 然后美国政府应该是aa吧 不是aa就是aa加 我记得应该是aa 就低了两个档次 低了三个档次啊 就就反正这我我就觉得如果说大家要 如果说你要觉得比如说股市要跌的话 我觉得你你那你的钱 又不能从股市里面出去的话 或者你又不想变成现金的话 最好的其实就是买微软微软是一家 你想平信用评级又高 他又是在相对来说又是在科技领域里面 所以微软或者说fan的话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啊算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投资 又是长又是长期的一个投资 然后又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投资 好吧这边最后一个观点就是 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 就是为什么低利率啊 他提到了低利率说低利率的话 他说支持了现在的一个高估值 就是正啊就是股啊股票的一个高估值 什么意思其实啊两个角度 第一个角度的话很多人可能不是非常能不是能非常理解 就是从现金流模型这个角度去看 如果是利率越低的话 他现金流模型窜出来的估值就越高 啊但我我给大家举个第二个例子 就相对来说更直观一点 如果说今天如果利率在5%到6%的话啊 那直接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你的在在债券市场的话 你的回报率会比较高 一旦债券市场的回报率会比较高的话 相对来说你的股市就没有那么的吸引力了 能懂这个意思吗 就如果说因为股市的一个历史的一个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 你基本上收益率在7到10左右吗 那如果债券市场都在6到7的话 那凭什么人家去买你股市啊 不去买债券呢 我是我的话我就去买债券了 对吧所以如果债券市场利率向上去的话 那我们说的一个利差 就债券市场和股市的一个利差变变小的话 那资金就会从股市里面出去去走去债券市场 那现在因为利差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资金大概率是大概率的情况下 资金还是会留在股市里面 最后的话快速的看一下美金 美金的话他们对美金的预测 就是觉得美金可能还会持续的一个走入 那直接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 很多很多很多部分的一些资金 可能会从美国从美国这边流出去到一些 就是我说的emergent market到了亚洲也好 或者到了中国也好 因为相对来说你在美国赚钱的话 你的那个钱就没有那么值钱吗 你在其他国家赚钱的话 你那个钱就更值钱了吗 所以这就是一个趋势 这也是其实很多家机构 都是愿意往em 或者往emergent market走的一个一个大趋势 这个趋势是没办法改变 或者你信也不好 不信也好 这是我告诉你 这是一个现在就在发生的一件事情 啊 然后最后总结一下啊 JPMorgan他们那个视角 或者他们那个投资策略 他们会放在三个megatrend 就三个大方向上 我前面其实提到过 就digital transformation 电子化 所有东西都是电子化 第二个是healthcare innovation 在健康医疗这方面的一个创新 第三个就是sustainability 可持续 可持续的话又分为 比如说可持续能源 然后可持续 从食物上面上面也可以有可持续 比如说像beyond meat 他们就属于在食物方面的一个可持续 对吧 接下去的三个图我就 其实我是从blackrock这边拿出来 然后其实和大家总结一下 其实和JPMorgan他们视角基本上差不多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建议是啊 建议稍微更多的一个持有中国的一个exposure 就就持有中国的股票 然后他们也是喜欢emergent market 你然后你看一下他们的一个 这边他们分成了一个equity 分成股市 然后分成了一个债市 分成了一个啊 比如是现金流啊 tactical 你可以看这边tactical view tactical是六到十二个月 六到十二个月他们是建议你啊 增持 建议你增持股市 然后建议你增持债市 然后建议你保持不变 你现金流保持不变 好吧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他把equity 把股市这边又分成了 又按国家来分了 美股的话 他是建议你增持overweight 啊六到十二个月overweight 然后欧股的话 他是建议或者欧洲股说他建议你underweight 减持然后emergent market 就是我说的中国啊 东南亚那些国家 他是建议你增持的 好吗 最后的话我帮大家总结一下 好吗宏观的话啊 他们的观念就是疫情化一定会过去 然后政府的因为政府的大力支持吗 不管是从财政刺激也好 或者说货币刺激也好 qe反正一直硬 钱就是一直硬好吗 然后通胀的话 因为啊科技发展的关系 所以通胀的话 通胀的风险其实并不会那么那么的高 好吧 股市的话反正所有机构 基本上是觉得股市会继续上涨 美金的话可能会持美金的话可能会持续低迷 嗯 其实第二点的话我觉得比较重要 你可以看到基金公司他们一般的特点什么 他们全都是不会试着去摊的吗 给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建议里面 或者他们的一个预测里面都不会告诉你 我觉得两三月份要股市要低三啊 股市要调整三四月份股市要涨对吧 他们从来不会做这样的一个预测的 所以啊 当然了个人的话我如果你想去做一些这样的预测啊 做一些这样的推测的话 也是可以调整自己仓位的话也是可以好吧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觉得比较重要是一个大趋势一个投资 这是也是我一直说的对吧 就数字化健康啊健康保险和可持续 你其实投资个股的时候 你只要在这一方面大趋势你找对的话 我觉得你在给一点时间的话你就很难错 你懂吗 而且你就非常容易能跑赢大盘 啊 反正这就是一个这我觉得这是一个投资思路 这也是一个大家比较需要注意的 反正这是我自己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投资 我不会这也是我不会去追一些热门股的一些原因 因为即使这个热门股是在这个啊投资领域之内的 就比如说我在拿3d在拿nndm举个例子比如nndm他是在3d打印里面 但是我觉得他的估值是偏高的 但是他最近长的确实非常非常短 其实那长得非常非常的好也非常非常的火热 但是我还是不会去喷 虽然我喜欢这个产业但是我还是不会去喷 我可能更愿意去去喷一些啊 比如说直接买个etf啊或者喷一些相对来说你能看得到相对来说就从啊 一些指标来说相对来更健康一点的啊 我都知道了个人的话我想稍微聊一下 因为毕竟2021年吧 我知道很多小伙伴不管你是从只接受股市只是两个月还是三个月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希望给大家一点参考了 我觉得从个人来说 我觉得第一点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是需要知道个人和个人的持股和和个人的风险是不是匹配啊就追高的一个问题 不一是不要去追高二是你不管是你其实特斯拉的风险很多人买特斯拉这特斯拉的风险也是挺高的 可能大家不知道特斯拉的他的波动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虽然加入标普我还是会稍微好一点但是 其实特斯拉还是有风险的好吗啊 如果说你你自己的风险接受程度没有那么高的话 你可能其实特斯拉可能都不适合你可能买标普500啊可能去买一些分对你来说可能相对来说更好一点 包括买银行股可能都是一个选择 但是这完全是更于根据个人的一个风险程度 我希望大家去衡量一下或者去自己做一个assessment 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你确定了自己的一个风险接受程度之后然后制定策略那么然后你不管是价值投资啊成长投资啊混合型都可以至于这些什么东西我上一次聊过对吗 我觉得我就不用在这边再不用再重复了啊啊非常重要啊你想做timing也可以好吧最后的话仓位控制啊我聊过很多次啊你要做仓位控制这也是我其实我没有和大家分享我的仓位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我一直说我的仓位和大家仓位其实没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我呃最后举个例子就opendo我说我自己的仓位在10%左右 很多小伙伴你如果对opendo不了解的话我觉得你10%都拿不到你可能最多5%3%对吗 特别是很多小伙伴说我能拿得住opendo是因为talking你推荐opendo那我其实觉得这么聊如果说opendo明天跌到15块钱你还能拿得住吗我觉得你可能拿不住你可能就开始怀疑了你说我不相信你了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对自己对个股有一定的了解而我是我觉得我第一天我就说我说我30块钱买入25块钱我会再买是20块钱我会再买跌到15块钱我都能接受那我不是开玩笑的那 我觉得大家能接受吗我相信很多人是不能接受跌到什么30块钱跌到15块钱我27块钱我25块钱买入了你叫我跌到15块钱我受不了那我觉得那就不用买就是或者说你自己设置一个止损的仓位或止损的一个价格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操作好吧反正最后还是适合自己的那种那种仓位适合自己的风险和自己风险匹配这种投资才是最好的一个投资好吧反正最后希望这期视频对大家有帮助吧做一个预告明天的话 我会做一些做一些罗库的一个啊OK的一个基本面吧相对来说我觉得应该更好理解一点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吧好吧然后最后祝大家 2021年还是股市的话风生水起好吧然后这期视频就到这边吧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